方总监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说出来怕你笑话 其实我是丁总的一个远房亲戚 之前燕飞来上海的时候呢 主动拉了我 丁总就说让我不妨多跟他接触接触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说实话别人怎么着我不在乎 倒是你的态度我还是挺在乎的 毕竟你进公司之后是我带的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也挺难过的 我看您就像您看袁总一样 这段时间为了摸清楚燕飞的底线 做了很多对不起您的事 我先给您道个歉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你这么做还是为了我们 就希望这些事情能快点过去吧 我这个身份实在是太别扭了 是啊 丁总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他总不能让燕飞这么胡闹吧 这是高层之间的博弈了 费总和丁总现在就下一届董事长明争暗斗 袁总不肯就今生的事情做检讨 让丁总在董事会上很被动 才不得已让燕飞拿下了上海分公司 燕飞不停地收集你和袁总的黑料 也是想借此机会打击丁总 他燕飞背后还不干净呢 只要查肯定能查到证据 这就是丁总和费总的区别了 现在容顶正值多时之秋 如果这时候燕飞的黑料爆出来 抹黑的是容顶 这是丁总不希望看到的 他还是希望你能够圆满地解决今生的问题 我明白了 你现在任命邮件应该马上就要下来了 我们赶紧回公司吧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燕飞的表情 走 对方玉斌进行新的认识人名 方玉斌为精神工作组组长 即日起伏江州开展工作 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早上好 姐姐早上好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我说什么 请问您找谁 不找谁 我找我老板 早上好 各位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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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谁啊 这是什么 是 是 你老板是谁啊 你老板是谁啊 你说什么 你老板是谁啊 你老板是谁啊 保密 我只听了老板拍照 黄浮江 你们上海BFC的环境也太好了吧 就是路上人实在太多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上班攻略之类的 我这样穿是不是太休闪了 小妹妹 你老板到底是谁啊 你要在这儿啊 我可让保安把你叫走了 她来了 放一瓶不是被停职了吗 放一瓶不是被停职了吗 各位 你们是把我的办公桌 当成了会议桌吗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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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快坐 你坐嘛 长得也太帅了 跟我想象了一点都不一样 你就是帮走是吧 是 你是 我是深圳熔顶公司的实习生 童小智 受北京熔顶总公司的派遣 来上海熔顶公司向你报道 我跨了大半个中国 我看过你的简历 没想到你这人这么小 你别看我长得小 我业务能力挺强的 我在深圳熔顶公司的时候 拿过最佳新员工和最佳人气奖 总部调过来的都是精英强将 好 岳边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刚被停职 怎么回来还带一小助理啊 老板 你不是被停职了吧 你要是被停职了 那我不是白来了 我要是真的被停职了 总公司 不会白花机票送你来这儿 我的新的任命通知 现在应该已经发到 你们每个人的邮箱 老板 你们上海的公司 工作环境可真好 别乱跑 还看我的书呢 还有笔记 玉冰 回来了 欢迎啊 中文术 costs 我将来和他已有任何健康 看我的天天 他你处理一下 你处理一下 ง requires 看看 只要去干净 这一半 要去干净 你处理三 好 我又不敢给你 证实 我一定要去干净 回家 李宾 我们聊两句 工作吧 工作吧 真是为你鼓掌啊 方总 你又起死回生了 这还得谢谢你 激发了我的前头 你别高兴得太早 精神其实就是个大火坑 袁瑞朗之前不想背黑锅 走的时候灰头土脸 你啊 崇其量就是个替罪羊 以后死的 比他更难害 你怎么知道 我盘活今盛的 什么 盘活今盛 你有什么本事 颜总 别问了 我是大不死的小乔 最近在想什么 接下来怎么做 想好了吗 丁伯伯 拯救金盛不是没有办法 您看啊 金盛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管理不善 只要您注入资金 拯救金盛不是问题 你需要我偷多少 我想是09年 收入金盛的时候 当时也是资金链出现问题 当时是您 注资了三个亿 让金盛起死回生 这几年金盛翻了几个翻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 大概需要十个亿 别说是十个亿 荣顶这次 一分钱都不会掏 丁伯伯 那金盛就死路一条了呀 我何尝不想像上次一样 演出一幕投资神话 可是今年金盛的状况 荣顶的股东 不会出一分钱 我几个晚上没睡觉 终于下了决心 还是把金盛的股份 卖掉了 丁伯伯 您改变主意了 是的 再救金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卖掉 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可听伯伯 现在手卖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呀 再拖下去 送都没人要 丁义夫 你臭爸不再经想变得 我们家家产是不是 你是何举信仰 你要是真的对金盛有信心 为什么要转移资产 我 你看我现在要亲手抓金盛这件事 就跟我狮子大开口 你把我当大傻瓜了是不是 我和你父亲是老战友 我要替他负责 但是荣顶不是你们家的钱庄 我还要替荣顶的股东们负责 你要是不同意呢 就让他自生自命 不过 我会利用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荣顶的利益 面对现实吧 能够顺利地卖掉金盛股份 也许是目前 最好的节套 但丁伯伯 就算是我同意了 我上面那些股东也未免得同意啊 你呢 先避一避 这个工作我来做 好大呀 可以看我 这是办公的地方 那是我的办公桌 太气派了吧 怎么样 这是大屏幕 干什么呀 把你朋友圈训愿一下吧 这么大的公司 马上就要有咱们摆布啊 得刺激 你别胡说八道了 什么叫有咱们摆布 是由我摆布 知道 你是金湛太上皇 我好歹算个金湛小郡主吧 这种不好 再来一种 方总监 回来了 接到公司命令 让我继续主持精神工作 看来高预状起作用了 可亏苏总的信息 谢了 别误会啊 我可没给你什么信息 这女的是谁啊 好好骄傲啊 她有没有男朋友啊 童小致 我现在给你宣布三条纪律 不许无故打听她的消息 不许无故盯着她看 不许无故跟她说话 听懂了吗 她又不是白骨精 你干嘛这么怕她呀 别多管心事 老板 今后这就是你的宫位了 林涵 稍微过去 嗨 各位股东们好 时隔一个月 我们股东会 今天继续进行 上次议程 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等一下等一下 画手正 我们这个股东会啊 纯粹是个笑话 大家一帮人撕逼 争的你死我活 拿出一个方案来 结果呢 最大的股东玩消吃 二股东又找了个不靠谱的 让我们在这儿白白等了一个月 我时间很宝贵的 没有空陪你们在这儿过家家 对啊 对啊 浩总 你说的不靠谱的人 是指我吗 对啊 说的就是你 给我们再解释解释 浩辰影视那五千万的事吧 浩辰影视的五千万 浩辰影视的五千万 在这一个月里 我们对金盛进行了深度的研究 拿出了十七条方案 希望我们努力的工作 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 你这些方案有说服力吗 你说一句可信不可信呢 别搞这些没有用的 你做人有瑕疵 我信不过你 信不过他 他信得过我吗 丁总 您怎么来了 有人说荣鼎不靠谱 我来解释解释 姗姗来迟 首先跟大家道个歉 本来这个会议 是由小芳代表荣鼎参加 可有人说 小芳不靠谱 恐怕是不够了解 他在荣鼎 论人品论业绩 都是数一数二的天才 他可以代表荣鼎 但我还是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荣鼎要对金盛 做出重大的策略套争 据最新的推算 如果对金盛继续追加投资的话 只能是指标不能质本 所以我现在提议 把金盛整体打包卖掉 把金盛卖掉 把金盛卖掉 现在卖掉了 我们都在赔死他 这怎么 各位各位 这样 是不是太突然了 丁总 我刚才说你们荣鼎不靠谱 一点都没有说错 你们政策180度大转弯 不给我们商量一下吗 荣鼎也是刚刚下的决筋 所以我匆匆赶不动 这点呢 浩总尽管放心 荣鼎参与企业并购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一定会卖一个好价钱 让大家满意 怎么满意 怎么公平啊 我有个问题 丁总 金盛的股份怎么 就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 这位是 W苏靖 据我所知 金盛在创业初期 荣鼎至少不下四次 跟他共度难关 怎么这一次 就彻底丧失信心了 方玉宾的报告 这份报告 推算得极其精准 要想让金盛起死为生 首先呢 我们要投七个亿 接下来 有可能投四到五个亿 请问在座的各位 谁准备出这个钱呢 七个亿 这太多了吧 好 时间不多 我有话 就直说 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画家和荣鼎拿钱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画家已经没钱可出 荣鼎也不准备出这份钱 所以我们决定 放弃 如果在座的各位还准备坚持的话 那我们就按股份的比例 分摊这七个亿 这个数目太大了 我们没这个钱来分摊这个 好 请大家安静一下 既然丁总提出了这个意见 不妨 我们来投个票 同意丁总 赞成卖的金剩股份的 请举手 我同意 丁总 赶快卖啊 我同意丁总 赞成卖的金剩股份的 我同意丁总 赞成卖的金剩股份的 请举手 妹妹 立场跟我出奇的一致 咱们俩只不过是恰巧立场一致 不用太自作多情了 谁自作多情了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跟你 没好话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我呢看你也不顺眼 看在咱俩意见相同的份上 今天就不吵了 好吗 你说这丁一副 喉咙里卖的什么药 你怎么看 你说什么了 对不起 去跟方语斌监咨询一下 好吗 浩总 其实金剩卖不卖 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只求利益最大话 现在你羞辱我 我很有所谓 我现在要卖掉精神 想看你赔的一干二几 把你女人算什么 英勤就美 老板 你的茶菜并美是不将合作专门 上班时间大呼小叫的 这是办公室还是财场 美人不领情 拜拜 我都没想到 我今天要认识 你很想到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 今生为时一天 就要消耗四百多万的资金 这个库龙 龙顶也吃不消啊 我找了几个买家 过几天 你跟我一块去谈 卖个好价钱 对画家 也算是有个交代 那我尽快准备一份 正式的材料 好 今天我亲自出马 以后就靠你了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说服主要的股东 尽快卖掉金盛 是 那个W的苏总 你觉得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正如您所说的 除了荣典 没有一个股东 愿意逃出真金白银 那个苏总啊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为了将来多分一些 基本上跟我的判断是一致的 想要在我这儿敲竹杠 不容易哦 不过丁总 依我对W的了解 他们真拿出七个亿来 是有这个实力的 我觉得苏总到时候 会做出一些行动 调集一些资金 以增加他们的筹码 你明天找苏总谈一谈 争取改变他的立场 有难度 没有 我明天就去办 记住 一定要快 好 听说你要准备收购金圣 谈判桌上的法则 为了反对而反对 你只有不断地给对手阻挠 他才会真的相信 真的给你让力 不过丁一副也不是傻子 咱们先准备三个亿吧 我只有真的有动作 他才会上当 放心吧 我马上去办 三天之内吧 我等你消息 不用三天 两天 我听你的声音好像 不在状态上 不在状态上 最近太累了 别人不了解你呢 那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工作再忙 你也不出这样的状态 跟我说吧 是不是遇到什么 不开心的事了 行了 不说这个了 容顶现在战略大调整 我老是有预感 后面有大事发生 是吗 我知道了 先不跟你说了 方便吧 我想跟你谈谈今生的事 进来吧 还是楼下聊吧 我在楼下等你 什么意思啊 不太方便 我觉得楼下聊比较好 也是 那就别聊了 又开门 苏静 又开门 苏静你给我开门 你这什么态度啊 丁总 小燕 你不留在上海坐镇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位是 这位是简仓名简总 这位是丁总 你好 丁总 你好 这是我名片 谢谢 简总呢 对精神集团特别有兴趣 碰巧我们正好说 要出售精神 所以就把简总给带来 好 请坐 小燕啊 你时时刻刻想着 被公司排友解难 不容易 丁总您过奖了 这只是举手证 不过呢 我对精神集团不太了解 所以不敢乱说话 这样对丁总您和简总 都不负责任吗 今天把简总带过来 希望您不要觉得太唐突 生意谈判 有时候抢转先机是第一位的 简总 你能认识小燕啊 这种消息四通八达的人 很幸运呢 那是那是 丁总 我想详细地了解一下 金盛目前的情况 哦 简总啊 咱们先喝茶 负责金盛的小方 现在有些事 等他回来了 我们再想看 请 喝茶 方总监 从金益够 楚曼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知道你来江州了 我特意来找你的 既然你这次来了 咱们的事赶紧解决了吧 哦 你那边怎么样 咱们别在这儿说呀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吃好喝 环境还好 走 好 方总监 你不是要找我谈事吗 我说是谁这么大的脾气 把我们方总监关在门口 怎么敲门都不开门 原来是苏总啊 我刚才在里面打电话 没听到 不好意思啊 敲得那么大声 聋子都听到了 苏总 我说你别有事没事 就欺负我们方总监 可最看不惯这样的人 你们都说了什么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 这用得着说嘛 一看就明白的事 你们约了有事要聊吗 对 有点小事 那就赶紧聊吧 我还排着队呢 咱们干净利落脆 聊完就走 来 苏总 还处那儿干嘛呢 进来开会了 等一下 你坐床上去 这儿留给苏总 来 坐下开会了 有跳蚤 不就是件睡衣吗 用得着大静小怪的吗 苏总 您这是故意的吧 你才是故意的吧 故意来这么一下子 就想试一下 我跟方玉冰之间的关系 她为什么要故意啊 因为我们都说要投资她 她怕我们也会起来算计她 如果我们是对立的 对她来说就更有益处了 因为议价的空间会更大 我说得对吗 出门小姐 苏总真厉害 怪不得能够欺负我们方总监 这只小白图 方总监你可以回避一下吗 不 我找苏总有事谈 怎么变成你了 我知道丁一夫让你来套我的话 回去告诉她 我不同意麦青山 苏总 这事我们还是仔细谈一下吧 毕竟丁总也想看看你什么意思 你帮我展告一下丁总 我举双手赞成卖掉精神 卖掉精神我就自有了 说卖小姐的意思 你也听清楚了 回去吧 那你这边呢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双眼 这人品怪不得你看的事 所以你也巴不得她只跟你合作 你看上的不也是她的言而有信吗 所以我要把你这个坏姐姐掰开 你们俩 出去 出去 我出去你们俩不会打起来的 你上还是我上 你上吧 走吧 走 快快快快 姐姐缠事呢 走 赶紧出去啊 别聊啊 你 你就喜欢她这点吧 有事说事吧 我们也不是朋友 没必要跟你说这些 好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退出浩晨影视的投资 让方玉兵一个人来 为什么 你说过啊 她一个人投资我 对我好处更大 但是我知道这个理由不能说服你 我是想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方玉兵的话 你就把这个机会留给她 让她独立操作一个项目 不要永远活在你的阴影底下 如果我不喜欢她呢 得了吧 苏静 你这点小心思瞒不过我的 你忘了我是个演员吗 我的工作 就是揣摩人的心思和情感 把机会留出来吧 说的跟真的似的 我此时对你是真的就行了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正喜欢她的话 就把机会留给她 你已经不需要这样的项目 来证明你自己了 老板 你在这干嘛呢 丁总找你呢 丁总找我 上海的燕总带了个人过来 好像是对金盛集团感兴趣的买家 丁总想叫你过去一起见个面 那赶紧去看看吧 那赶紧去看看吧 老板 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看 姐姐 我怎么了 你给我记着啊 以后在江州 我是你的大妹 苏总是你的小妹 而方总监是你的二弟 你自己就是大姐 来 叫一次 什么意思啊 字面的意思你都听不懂 你怎么做人助理啊 行了 你们俩就别欺负人家小孩了 我还是小朋友呢 童小二 给我叫一次 不就童小只 我管你叫什么 赶紧叫啊 说啊 大妹 小妹 二弟好 这不就对了吗 我奉劝你一句 以后出来工作 别那么装啊 方玉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看出来了 男人无论多少岁 就只喜欢二十岁的 小妹 我们喝酒去 好 老板 以后我们还会跟这两个姐姐 打交道吗 会 他们太吓人了 你得保护我 你自求多福吧 综上所述 京盛集团主要经营范围包括 电子工厂 大型游戏田 大型商场 文化影视 公交天然气等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的 综合性企业集团 虽然现在有点状况 但是 它还是潜力十足的 老丁啊 你这个小方太厉害了 这么多数据啊 分毫不差 金总啊 我们的方总监 可是丁总手下一个精兵强将 胜利军一枚 情况呢 我是清楚了 但是老丁啊 确实有点为难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 齐心协力 这个办法嘛 总是比困难多 金盛的基础呢 确实不错 但是呢 问题是规模太大 你上次提出的整体收购 三十亿 我恐怕吃不下啊 那你说值多少 这个价格的事嘛 咱们等正式谈判再说 我呢 只能告诉你 做好大幅下调的心理准备 好 这个准备啊 我还真没做 你给我句痛快话 你到底想出多少 我看过金盛的财务数据了 我觉得啊 最多 五个亿 当然了 加上你老丁的面子 怎么的也再加五一样 总共十个亿 你干怎么样 今天是我请你 你要是再按这个价格谈下去 那今天买单的时候 我连发票都不开 什么意思 你出这个价格 摆明了就不是来谈生意的 那怎么办呢 只能算咱们私下聚会 私下聚会 就AA制喽 AA制 不是AA制 不是AA制 不是你这么大老板 你AA制你也倒想得出来你 很正常 AA制 哎呀 哎呀 雨编啊 你怎么看这顿饭 这个简苍铭 是燕妃弄来搅局的 还是真的想买人 这个简总 对今生的数据摸得很细 这说明他很有兴趣 他只是想狠狠地杀个架 燕妃估计是摸准了他们这一点 所以才把他带过来 一 一是想杀上我们的锐气 二是想试探我们的态度 没错 这帮恶狼啊 不把我们啃个金光才怪 今生这个烂摊子 连一件撑场面的事都没有 我们必须做好 被割肉的准备 丁总 我倒是有个小建议 说 不知道丁总 对影视行业感不感兴趣 哎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丁总 去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 是四百五十七个亿 嗯 这个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导演 明星 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的 金盛集团 旗下有个号称影视 他的法人代表储卖 正好是画手证的妻子 他曾经是当红的花旦 而且我听说 他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剧本 千古以后 你的意思是说 投入不多的钱 利用电影 提升金盛股票市值 对 电影吸引眼球啊 而且它具有二次开发的价值 用文化串联各个产业 引发后续的长期效应 更通俗地讲一句 金盛还有闲钱拍电影 他能插到哪儿去呢 哼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考虑事情的角度 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逼不得已 没办法中的办法 你这是另辟蹊径 赚不赚钱不重要 先踏踏实实地 赚一把吆喝 是啊 如果您觉得可情的话 我现在就跟出门联系了 恐怕你已经跟他 谈得差不多了吧 被丁总看出来 你去吧 现在要救金盛 也只能是想到什么办法 就用什么办法了 明白 这家红豆汤我特别喜欢 你觉得怎么样 哪位很重我很喜欢 我真没想到 我会和我现任老公的 梦中情人 一起坐下来吃糖水 人生想不到的事情 常常都会发生的 我也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收拾童小枝 真的很解气 这样的小女孩 我以前在剧组见多了 见一个我收拾一个 其实我觉得 根本没有什么难的 你就是拉不下面子 你这么生龙活虎 怎么会嫁给画手证啊 你会穷啊 以前我刚刚入行拍戏的时候 我跟自己说 要是我能赚到三百万 三百万我一定退休 但没想到画手证出现的时候 他一下就开了个两三百万的跑车 到我面前 我一下就看傻眼了 所以说到底 还是因为自己家里情况不好 所以没见过世面 所以我就这样了 其实阿震本质是不坏的 就是这种 顽固子弟的作风有点重 不过你这样的气质 一般的男孩子也是耗不住的 好了 苏静 你别不道三句就给我上发条 你放心 我对你的小白兔没兴趣 我不是那个意思 说小白兔小白兔到了 你约了他 我约了他谈签约的事 你是要走还是要留 好 那你们聊 四季 坐 你们俩是做什么交易啊 合约带了吗 我带了 两份 你不看一下就欠了 合同啊只是走形式 最重要看人 只要人对了 这合约也不会差到哪去 方总监 从现在开始 我可是正式把我卖给你了 你在外面 一定要帮我邀喝着 卖一个好价钱 我怎么感觉 像是我被你卖了 你低流感蛮准的 你们俩刚才到底聊了什么呀 那你应该自己去问他 阿比 四季 怎么了 方英明在你这儿吗 打电话也不接 他跟储曼谈事情了 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回来 要不然上去等 行 进来坐吧 你不用提他操心 人家现在啊 旁边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助理跟着 可精神了 她都有助理了 对呀 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 有有有 吃醋了 我什么身份 她什么身份 我吃她的醋 我犯着吗 行了行了行了 你在我面前你装什么呀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就是吃醋了 还不承认呢 你说我好心收留你一会儿 你说话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错了吗 苏姐啊 我敢保证 就算那天方玉冰 没看见咱俩包一块儿 你还是不会接受我的 我觉得啊 这件事情你最好还是亲自跟他解释一下 你一说把他培养到现在 你也把他当朋友 你这个人呢 可是也没什么朋友 我不希望你失去他 什么叫我没什么朋友 那那咱俩怎么办 反正你不跟他解释清楚 咱们也做不了朋友了 时间差不多 出去 凭什么我出去啊 送我 送送我吧 一斌 一斌 愣着干吗 赶紧追啊 你追我追啊 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啊 阿弗 等一下你回来 我有话跟你说 好 玉冰 方玉冰 什么呀你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我跟苏姐已经分手了 您没必要跟我解释 方玉冰 咱俩什么时候开始 除了女人之外 跟她话题就不能聊了 谈 你想谈什么 我陪你 你这么带情绪 我怎么跟你谈 袁总 如果我跟你的前女友在一起 你难道还能开心跟我把酒烟换吗 不好意思 苏静其实就是你的前女友吧 我不跟你掰执这事 这事也掰执不清了 反正这事情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想因为一个误会 毁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情谊 我很看重咱俩的感情 我不想再提这事 我本来不想强迫你的 但是你越不想说 就说明你越在意 方玉冰 你说吧 咱俩以后就 就这么别扭地见面 还是说以后再也不见了 刚才见面的时候 就见面 不见面的时候各忙各的 袁总 我们之前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吧 没你想的那么亲密 我跟苏静的感情 我没有骗过你 你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开始追求苏静的时候 你俩已经分手了 这点你要记清楚 既然你都这么理直气壮 那你跟我解释干吗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解释是因为 我不想影响咱俩之间的感情 我不想你觉得我是个 拔抢脚的人 这种事我干不出来 你想做什么 那是你的自由 反正我现在跟苏静已经分手了 方玉冰 你在生气 你不是在生我的气 在生你自己的气 什么意思 你生气 你跟苏静分手了 但是你心里还在惦记他 你忘不了他 胡说八道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笑得比哭得都难看 你就是不想承认你自己的感情 你就是后悔 你后悔你跟苏静分手 我不后悔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谁 明镜需要小剂 我会